华晨宇拿第二很意外 汪峰和杰石姐说的在里 向婷婷催剑怎么点评 歌手2018第十期 也是常规竞年的倒数第二期 这一期最大的争议在第二个出场的华晨宇这里 他颠覆性地改编了崔剑的架行僧 本来已经做到了拿倒数第一的准备 结果最后却是排名第二 这个名字不仅让很多观众感到意外 就连华晨宇自己也没有想到 华晨宇这首歌改编得怎么样 相信大家的看法肯定都不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 节目播出之后 微博和贴吧上出现了很多专门来黑华晨宇喷华晨宇的网友 有人说他唱得很邪性 一言难尽 也有人认为他把一首经典的歌给毁了 其实网友说什么都有的 既然有争议 那我们不如来听听其他几位歌手 是怎么点评华晨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知道 我多喜欢他今天这个版本 我觉得现在人们的整个审美都提高了 杰石姐则表示 大家会担心是件好事 因为人们有时候不敢接受另类的东西 洪涛对于这样的观点点头表示认同 并补充道 很挑战我们大众的审美 是有那么些另类 但是一样得到大家的认可 作为华晨宇的音乐合伙 李维嘉说的是最直接的 喜欢的观众会很喜欢 但是你要做好一个准备是说 不喜欢的观众 可能会觉得很沮丧 现在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期待 如果崔健老师 听到华晨宇的这个版本会说些什么 到底是表示欣赏还是无法接受呢 只可惜崔健没有开微博 不然他的微博绝对会被网友给轰炸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